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中立有一家很特别的古草味炸点心 炸的是传统的地瓜饼还有芋头饼 快要七十岁的老板把记忆中的滋味重现风华 地瓜饼用的是质地比较绵细的蛋黄地瓜 做成地瓜馅 再用两片苏打饼夹起来 下去酥炸之后炸到了外皮金黄酥脆 内里香浓绵密 另外这款芋头饼 内馅用的是每天现销现蒸的大甲芋头泥 一口咬下散发出浓郁的芋头香 传统的古草味老少咸宜 两片苏打饼干夹进芋头地瓜馅泥 在金黄油锅里舞动 这道勾扎皮的炸点心 在中立就能知道 小小的摊位前总是吸引长辈或家长们排队 原味的就是那个地瓜原来的甜味 然后再加上它的饼干炸起来很酥脆 然后咬起来口感很好 很绵密 小朋友有时候放学就会过来买一下当点心这样 比较四驱的地方 现在还有这样的点心我觉得还不错 就可以回味一下小时候的口感 地瓜饼和芋头饼 不只是许多长辈们记忆你的好滋味 对今年66岁的老板傅敬芯来说也不例外 小时候就出过了 到艺术剧就出过了 出起来饼干脆脆的 芋头香剧才有 所以就一直寄到现在 要复刻出小时候最爱吃的鲜浓芋香 傅敬芯选用绵密的大甲冰榔芯芋头 每天现消现蒸 调味尽量原汁原味 加一点点糖 吃起来也不会多少钱 我们本心做就是针对原汁原味在做 自己做品质才会好 主要是自己要怎么控制那个馅料 现成的没有 有人拿来要拿来摔嚣 我不要 坚持花时间心力 来亲自调配出香甜不腻的芋泥 再用两片苏打饼干 沾取面粉水 小心夹馅 剁粉才是重点 剁粉下去炸起来就是不会有 比较不会有 不是说完全都没有有 鱼头饼月入油锅里 慢慢在油泡的包围下 换上金黄外衣 放下去炸差不多两分钟左右 要看那个义米跟地瓜米 你用夹子夹要夹得有点硬硬的 不能太软了 跟属说每天换油 东西比较新鲜 又没有油耗味 充满客人好评的芋头饼 酥香却没有油耗味 外层的饼干 咸香酥脆 内里的大甲芋头泥 散发诱人的芋香 古早味让人意犹未尽 因为他们的用药都很实在 就是真材吃掉 然后饼干是有点咸香 搭配那个芋头的话 就是很完美的搭配这样 每天忙着备料半线 其实这一门小生意 是附近新退休后的 失业第二春 过去从事成衣外销 还担任过电子公司的副理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让他不得不思考退休 年纪大眼睛都不行了啦 那做建筑业的眼睛一定要立啊 一段时间都没有在做 总是人要动嘛 有工作做又有全段 怎么不好呢 就想办法去做 要做什么做什么这样的 自嘲生信写不下来 就每天来到各大夜市 菜市场逛逛 找寻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 发现了小时候爱吃的芋头地瓜饼 给了他摆摊的起心动念 要去出门叫中猪看好不好吃 那我们做起来 是不是跟他差不多 还是比他好 不能比他不好嘛 比他不好我们就不要逗啊 就是这样 那就是一支颜色 一支颜色颜色 那我们的种子没有输给别人这样 真材实料不加人工香精 就是傅金星最有力的武器 地瓜饼苏打饼干炸到金黄 夹入的蛋黄地瓜馅香浓棉细 让许多长辈爱不适口 那地瓜饼那个脆 那里面嫩 吃得起来很舒服啊 就是这样咬起来 也不会伤牙齿 又好吃啊 很香然后很酥脆 因为它是当天现做 而且是现炸的 对 所以吃起来就是很酥脆 退休后在中壢摆摊 转眼就是七年 傅金星说 原本只想着稳稳做就好 想不到很受到客人欢迎 尤其年轻客群 还会帮他在网路上打开知名度 买我们的东西 回去吃一吃 感觉可能是活他的胃口 就帮我们铺 反正就是推荐我们的东西 我们也是很敢吃很敢问他们 没有他们可能我们也没有今天了 许多客人都是贵人 傅金星也积极开发年轻一辈喜爱的口味 像是把过去喜宴上常见的芋头酥 加入时下流行的内馅 宿愿上现在就是爆浆体酥 还有什么奶油类的 那个客人都很喜欢 我们就想说 我们要用这种东西来包刮看 一颗颗扎实的芋头酥 加入内馅更加饱满 一口咬下微甜的芋香 遇上咸香的起司 还会拉出金黄色的坎西 美味又有识趣 还有黑芝麻和金沙等各种创新口味 跳脱传统 滋味鲜烈 都让客人耳目一新 他们用料很大方 然后就是真的会牵丝的那种 然后就是外酥 然后起司本身有点咸咸的 加上他们芋头有点稍微的甜味 很棒的选那个组合这样 很好吃 因为它一咬下来 那个蛋黄就慢慢的卸出来 然后那口感很好吃 然后有点微微的沙 对 它的芋头它是纯原味的 所以它不会说像人家外面 有一家乡亲的死田都没有 摆摊七年来不调涨价格 也是傅敬心的坚持之一 他说就算赚的是同板价 也有更多获得是无价的 赚多赚少是一回事 有做就有换出 做出来的东西 大家都很捧场 他自己就很高兴 客人的笑容就是他最大的收获 让他有动力持续经营 这门当时定义的小生意 丰富了他的退休生活 也带给更多长辈们 回味无穷的古早味 台中有一家韩式炸鸡店 老板是韩国华侨 为了把原汁原味的韩式炸鸡端上桌 店里的酱料 几乎全部都是用韩国进口 招牌的黑酱炸鸡翅 鸡肉炸到了外脆内嫩 还保有相当丰富的肉汁 其中升级款的铁板起司炸鸡 起司一拉就会看稀 跟炸鸡一起吃 奶香味四溢 另外这道很有创意的 叫做蒸笼炸鸡 一次能够吃到四种不同的口味 把经典炸鸡一网打尽吃起来非常过瘾 因为我其实不久前才刚去韩国而已 然后我觉得它吃起来跟韩国当地都很像 就是是因为我很喜欢吃韩式炸鸡 然后所以我来这边吃的时候 就真的觉得很好吃 这边 不好意思等很久了 谢谢 这是我们的招牌 这鸡 韩国华侨不适命 十年前来台湾念书 因为爱吃炸鸡配啤酒 同时遇见当时的女友吴明山 让她下定决心丟在台湾 开一家韩式炸鸡店 其实我们韩国人很喜欢炸鸡配啤酒 就是每一天很幸福的上班 或者是独自的东西 晚上喝一杯啤酒 然后吃炸鸡的话 我们就都会忘掉了 可是台湾好像没有这个文化 所以我是觉得 那这个韩式炸鸡要带过来台湾 给台湾的 就是送给台湾的韩国文化这样子 为了实现梦想 吴世敏特地飞回韩国 代款五百万当创业基金 凭着一股热血踏上创业之路 其实我创业之后 真的真的很痛苦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韩式炸鸡是这个 所以太新的料理 创业初期就住在冯甲夜市里 一间只有十二平大的店面 为了要撑下去 吴世敏没日没夜的工作 再多劳累也甘愿 我买一只韩式炸鸡 可是韩式炸鸡是晚上五点 然后中午是我都卖韩国便当 对啦 所以我一天那时候 我一天就要睡了 最多三个小时吧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好 字幕志愿者 杨子 说班 金猪